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中国的外围组织和各种势力已经影响到台北市长选举 甚至透过收买媒体释放假消息和假民调 混淆民进党在台湾执政 他还把台北市市长选举上纲到 要确保台北是不是国家首都的关键决战 杨文志说 某媒体集团跑他新闻的记者 其实不出三个人 却是有三十多个挂名记者 天天写一些不同的文章骂他 他说 这背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一位当过新闻局长的候选人竟然能够脱口说出 如此耸人听闻的国安危机 偏偏绝大多数台北市民好像都不太信任 这位当今执政党他们推出的候选人 那老师您觉得 杨文志的说法呢 究竟是选情告急才会病急乱投医 还是这其实就属于蔡政府和民进党 整体选战的主轴和调性呢 是 谢谢国众主播的提问 首先我要稍微纠正一下 国众主播刚刚的一个用语 是 所谓的选情告急 选情告急就是本来还OK 现在后来很紧急的 所以才要告急 那么姚文志呢 从头到尾他的名叫就没有起来过 是 所以不能说告急 他还不所谓的告急 告急是比方说陈其迈选情告急 这样子讲也许比较适合 没有错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说姚文志 他质疑某一些媒体 可能就是有不实的消息 那其实有这种情况 姚文志比他当过过去新闻局局长 那么本身呢也当过立法委员 这种情况该怎么做 当然就是马上提告 马上告这个媒体 告他意图使人不当选 告他报道不实 这个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法律体制 本来就有这些规定 那么姚文志说 来自对岸的消息 造成他的支持度低 那请他提出证据 请问他是本来很高 后来因为什么新闻影响而变低吗 好像不是 包括行政院长赖清德 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报道 说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李俊逸就讲 因为对岸的很多新闻造成台湾社会动荡不安 然后呢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赶快提出解决办法 那么赖清德呢就很迅速的就回复说会在立法院的这个会期 针对假新闻管制提出修法的这个这个整个方案 对 那我必须讲 这种做求给民进党立委做求给赖清德杀 这个做求做得太粗糙了 是 首先李俊逸质疑对岸的假新闻造成了台湾的社会的不安 请问哪一则假新闻 我相信多数的情况他们可能又要讲 说哎呀当时候日本发生这个情况 然后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派车等等 对 这个新闻本身是真是假 还有讨论的空间 因为中国大陆确实有派车 只是这个车呢 它是在外部接驳 它不是在里面接 所以你说它是假 它也未必是假 是 那那进一步讲 这个新闻有没有造成台湾社会内部的对立 有吗 有套一句陈水扁以前爱讲的话 有这么严重吗 是 要这么夸张吗 那如果说 台湾的社会并没有因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所谓的假新闻 造成内部的分立 甚至按照李俊逸的说法 已经影响到台湾的民主 如果没有 那请问李俊逸委员你讲的是不是假新闻 那么赖清德院长 在李俊逸委员做的球的基础上 说哎呀假新闻很严重 中国是台湾最大的假新闻的威胁 所以我们要修法 请问这一句论述是不是也是假新闻 那甚至于 今天赖清德院长他要去讲假新闻 我们我想很多人都还清楚记得 在不久前 行政院公布了一些数据 说台湾的假新闻很严重 结果公布没有多久 马上行政院就发出澄清稿说 哎呀刚刚公布的数据错了 那请问他之前公布的数据是不是假新闻 那按照李俊逸委员的逻辑 行政院发布假新闻 让我们台湾觉得人心不安嘛 因为哇原来台湾假新闻这么多啊 就搞半天是行政院发布假新闻 那请问我们是要修法限制 以后行政院不能发布新闻 就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这个逻辑啊 就要整个推论啊 有太多跳跃的地方 我想台湾的立法品质 立法委员的素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让人家真的非常忧心 其实对于蔡政府特别是蔡总统 近来让很多国人瞠目结舌的惊人言论 我知道包括赖老师在内啊 有多位国内的新闻学者和立委 都忧心忡忡 那么在一场名为假新闻治理 和言论自由的公听会中 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啊 我记得赖老师您就提出 过去呢 就是因为媒体素养教育失败 那么政府高层才需要对民众去推动 甚至灌输相关的概念 您还特别强调说 网络平台不能在言论和新闻查证上 被赋予任何角色 否则形同赋予他们审查权 赖老师您是不是愿意进一步阐述 像这样的观点 是啊 首先我要提到 就是说民进党最近 常常在吹捧一位前辈 这位前辈叫做郑南龙 当时候他因为他办杂志 那办杂志呢 这个早年你办杂志 是要经过审查的啊 对 那么郑南龙他就坚持 他的稿子 他的杂志绝对不被审查 后来 后来就他就发生意外 死亡了 有人说他是自焚 但有人说这个还有讨论空间 那甚至最近又有人拿来做选举的 炒作话题 这个都不管 郑南龙支持一个论述 叫做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那难道民进党的这些 从政的立委也好 院长也好 都忘记郑南龙了吗 就是每次只要 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 还定了一个言论自由纪念日 那难道今天他们纪念郑南龙 订言论自由纪念日 4月7号 然后把郑南龙的主张 完全给忘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 而且前一段时间 很多民进党的立委跟官员 就主张说 包括不管是脸书还是LINE 只要有发现 就说政府的通知啊 上面有人在传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假的哦 哇你说蔡英文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假的哦 就要求这些平台 要把这些新闻下架 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主张 那因为他们也开了几支会 那这些平台都说 如果法律有要求 他就配合 法律没要求就不配合 那我相信民进党政府 大概就会想要修法 那我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说让网络平台 可以下架上面的新闻或言论 这件事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为这就等于让脸书也好 LINE也好 有审查言论的权利 今天如果我也好 伯仲主播也好 我们在网络上的意见 大家觉得这个是假的哦 那就告啊 我在脸书上说 哎呀伯仲主播啊 其实他这个有博士学位 伯仲主播我没有哦 你这样是毁谤我 你要告我 那你就告嘛 按照现在的法律制度就是这样 那今天不能说 哎我认为伯仲主播哦 昨天脸书文章有提到我赖祥味 我觉得这文章我不喜欢 我就要求脸书也好 要求赖也好 把这个文章下架 这就等于让网络平台做言论审查嘛 对 怎么会民进党 争取人权 争取民主 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这么多年 结果要走回头路 这个让我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是 陈老师刚刚提到了 其实绿营早年 他起家就是以争取百分百 言论自由的啊 特别是他们强调 在国民党长期执政期间 那么绿营对所有前置媒体 扼杀言论自由行进呢 无不是倾全党直立 甚至是动员群众去反制 现在蔡政府已经大权独揽了啊 反倒把原本应该站在政府队里面 去监督政府的新闻媒体呢 视为独身猛兽 或者索性把他们打成中共代言人 老师你看这个政府到底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政府 首先他大概也忘记了他们民进党 一路走来的原本的理想 民主进步党嘛 顾民之意要民主要进步嘛 那什么叫民主 民主就是要让一般公民享受公民的权利嘛 权利这个字right 它的原意就是选择 什么选择是由人民选择 所以今天包括选总统也好 包括选择相信什么言论也好 这个权利都是在人民手中 是 我今天如果我愿意相信假新闻 对不起 那么我就相信假新闻 难道今天在民主社会当中 民众没有相信假新闻的权利吗 那有人说 哎呀赖老师你这样讲太极端了 假新闻不可信啊 好那请问怎么办 由政府来管制吗 政府告诉你什么新闻你可以接受 什么新闻你不能接受 我要提醒民进党政府的就是 如果这一套有效 就是说我管制你能够接触到新闻 你就会支持现在的执政党 如果这一套会有效 坦白讲台湾现在还是国民党执政 甚至于中国大陆 现在还是爱心觉罗当家 因为民众没有那么好骗 今天你去讲说 什么大陆假新闻造成 什么台湾社会内部分裂 我们做个简单的民调嘛 有多少民众会相信 那如果一般民众日常的生活 没有这样的感受 请问民进党政府 你这样的一个作为 你是在自欺还是在欺人吗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民进党政府你不要因为你的选情低迷 你的支持度走低 你就用一种奇怪的招数 坦白讲 这样只会让民进党的支持度 进一步下探 我们看到最近选举 很多人都很惊讶 说高雄市 怎么韩国瑜迅速追上陈其迈 那民进党如果以为说 我透过这种招数 我来限制网络上 你任何支持韩国瑜的新闻 都不能传播 我敢跟民进党打包票 陈其迈的选情只有崩盘 不会因为这样 然后你就救了陈其迈选情 这些招数难道以前 国民党没用过吗 民进党现在真的是 完完全全的学习 戒严时期的国民党 让人家很意外很难过 其实要说 绿营内部都没有一些 有失之士或是反省的声浪 倒也有失公允 因为我听说在这场研讨会当中 有好几位早先被视为 立场比较轻率的学者 他们也都基于始终 不曾改变过的学术良心 那么提出不少真知灼见 可见得那些怀抱 同时还坚持绿营理想色彩的学者呢 到现在还是大有人在 不知道老师是不是 为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是怎么看待 蔡政府这一连串的作为 好的 其实就在昨天 那么因为我担任 中华传播管理学会的理事长 那昨天中华传播管理学会 我们邀请了几位立委 一起合办的一场公听会 刚刚伯仲主播有提到 我们就是要探讨说 到底假新闻这个议题 有没有那么严重 要不要修法 那这个现场 我们找了四位专家学者 这四位专家学者呢 有两位 过去大家一致认为比较偏绿 有两位大家觉得比较偏蓝 那比较偏蓝的其中一位呢 就是我 大家觉得我偏蓝 其实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学生也问过 我说老师你是不是偏蓝 我说你这个话真是侮辱我 我说不是我偏蓝 是蓝支持我的主张 因为以传播来讲 我当上传播学教授了 我一定比大多数的官员 更懂得什么叫做言论自由 什么叫新闻自由嘛 对 所以讲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当然是国民党或者其他任何政党 我都欢迎你来支持我的主张嘛 所以不是说我去支持国民党或什么党 那么两位比较偏蓝的学者 一般认为偏蓝 一位是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郑志龙教授 那么郑志龙教授呢 过去在台湾多年以来 他对于这种传播的见解 或者说在国民党时期 他就开始批判国民党 对于很多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不当之处 那么现在是民进党执政了 郑志龙教授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 就开始闭嘴 他就不批评政府了 没有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但是因为我跟郑志龙教授认识很久了 所以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很尊敬他 那么另外一位 我比较意外的是 真理大学法律研究所的副教授吴景清 那么我过去常常在报纸上 拜读吴景清教授的文章 他的文章 坦白讲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民进党的 那昨天开公听会 我也当天请到他 他说对啊 他说他不但是民进党 而且他还是民进党的仲裁委员 到现在还是 那结果我就发现 吴景清教授在公听会所讲的主张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跟我几乎是不谋而合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这个学者是有道德良知 不管你支持民进党 或者你被认为支持国民党 你在捍卫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的这个部分 那个立场不会有差距 如果有人当了官之后 或者民进党执政之后 过去都讲言论自由 捍卫新闻自由 现在不讲话了 那恐怕就是他的立场 改变了他的道德良知 所以我要特别讲 就是说像在昨天的公听会 政治大学的郑志龙教授 曾里大学的吴景清教授 两位都让我非常敬佩 我也相信 他们两位 如果讲话尽量迎合上面 搞不好很快就有机会当官了 可是政治在这种时刻 会考验一个人 你是要当官 还是要顺着自己的良心 这两位让我非常的敬佩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关心的不是假新闻 而是真广告 这是一支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 陈其迈阵营推出的网络广告 进来爆红 不过多数人看完之后呢 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这支名叫做 北漂青年对故乡高雄 期待和眷恋的YouTube短片之后呢 好像会萌生一种 非常怪异的感受 有人还觉得呢 这根本是一支反宣传 不知赖老师 你有没有看过这支网络的广告呢 有的 我看这个广告 也是因为有朋友 在脸书上分享 朋友的这个分享 他讲一句话 让我觉得很怪 这个朋友就说 这个朋友是个资深媒体人 叫做李秀基 他就说 他从这个广告 看到陈其迈 对前几任市长 包括陈菊 有很深的怨恨的怨 我说怎么会呢 我就好奇看一看 这个广告也很简单 他就陈其迈 跟几位年轻人在聊 那很多年轻人就说 哎呀 他们一心 还是在高雄 爱着高雄 可是没有办法 只要到台北工作 对 那最后陈其迈 就脸露微笑 就表示他听到大家的心声了 对 那这个广告 很多人就讨论 就第一个 过去高雄青年 如果有北漂 那是谁要负责 是 因为民进党在高雄 执政很久了 有20年了 对难怪 对啊 所以1998年开始 执政到现在 所以难怪有人就提出 这广告到底是在打谁 那第二个又有人讲说 这个陈其迈最后的表情 有点苦瓜脸 那表示什么 他听了他也无奈吗 我也不懂 那第三个有人讲说 因为陈其迈作为候选人嘛 你听到大家的心声 那你要提出解决方案啊 比方说我当选之后 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就不用北漂了 结果不是 他最后笑一笑 然后就没了 所以很多人就质疑说 这广告是不是反效果 因为刚好国民党的候选人 韩国瑜也主打北漂的议题 那因为陈其迈是执政党的候选人嘛 不只中央执政 高雄也执政 那么当对手在质疑 这个过去高雄市长 没有做好的议题的时候 陈其迈你也抛出类似的议题 然后你没有特殊的论述 这也难怪很多人很好奇说 这广告是不是 陈其迈在帮韩国瑜打选战 对 那么如果对照起陈其迈 这支北漂青年篇 稍早有另外一支 和北漂有关的网络短片 同样也冲出 非常惊人的点阅转载 这是老天鹅娱乐 把飘向北方一曲 把改编成穷到发慌 结果好像有数不清的 年轻网友都说 歌词内容呢 深深打中 每个年轻人心底的痛 虽然这段网络洗脑神曲 并不是替某特定候选人造势 不过他对于当前蔡政府 执政无力的血泪控诉 却深知人心 老师你觉得 这类网络诉求 如果想要成功吸睛 甚至要创造话题的话 有没有哪些重要的媒刚 是 我想最重要的媒刚 当然就是触动人心 也就是说 比方说北漂这个疫情 很多人离乡背景 我周遭有不少朋友 就是这样子 他学校一毕业 为了工作 他就离开家乡 不管这个家乡是在彰化 是在台南 在高雄都一样 他难道不想回家吗 他想啊 但是你回家 以后没有工作怎么办 所以他常常就会怀念家乡 不久前中秋节 为什么高速公路又大摘车 因为大家要回乡嘛 所以当今天有候选人 打这个议题 就会触动人心 那么刚刚讲说 这一首 《穷到发荒》 《比方的歌》 这很有意思 《穷到发荒》是被人家 他另类改编了 那最近这个飘向北方的歌 我发现连我女儿都会唱 我就问她说 你怎么会唱这个歌啊 她说学校有在放这个歌 我就很好奇 但我没有特别去干扰学校应付了 我很好奇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学校老师 本身也是北飘青年 那就有感而发 所以在这个午休的时候放这个歌 现在连小学生都会唱 但是因为小学生单纯了 我也不去跟他讲什么政治意涵了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 那朋友是章话人 他也在讲说章话 因为现在 这个现任的魏县长 跟国民党的候选人王惠美 两位也在选县长 他说章话也听到有人在唱 这个阿美阿美几时半嫁妆 是 阿美阿美几时当县长 我觉得这种就是 你又结合抹先 大家耳熟能强 朗朗上口的歌曲 又可以触动人心 我觉得这样的议题最容易让群众有共鸣 那当然我们回到最前面讲的 如果我们按照严格的标准 用行政院赖清德院长的标准 那这种什么穷到发荒 什么阿美阿美几时当县长 这是不是都是假新闻 因为你真的讲高雄有穷到发荒吗 我们没有荒 可见假新闻 那这样的话 台湾以后就没有言论自由 也没有创作自由了 因为任何这种反映民众的 内心感受的意见 只要跟执政党不一样 对不起 你就是假新闻 那当我们反过来问 赖清德院长 那你刚刚讲的那一线 你有根据吗 对不起 他有没有根据不重要 因为行政权在他手上 是由他来认定 我们是不是假新闻 那以后的话 变成只有行政当局 变成执政当权者 才有言论自由的 我想这个绝对不是 我们所有任何一个人 想要看到的 好 你整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一起看新闻 五点不一样 每周三为您准备的 一起K媒体单元 台一大广电系赖湘卫教授 这个星期持续锁定蔡政府 变本加厉追杀 他们口中所谓的假新闻的思维 以及另一支 虽然不属于假新闻 却是造成效果适得其反的真广告 为您穿透媒体世界 千变万化的外貌和底蕴 我们要再次感谢赖老师 谢谢您 谢谢